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其實現在姜濤的戲、客串、杜穴者都在上 封眼還未完之際 Viu也在前一天還是兩天 我忘記了 宣佈了十二怪盜將會在3月28日上映 高章仔翻查一下3月28日 究竟為何MakerView選擇這個日子 對於姜濤來說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以及這個十二怪盜究竟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要在這天上映 今天就跟大家何分析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先找這段影片 還有劉個言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一點都可以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龍鏈了 今天我們繼續祝大家身體健康、新春快樂 以及龍鏈走大運 OK 這段影片 一波未停 我只想說一波遊戲 十二怪盜 定了在3月28日 我相信應該不會跟杜月姐撞旗 因為畢竟 都二月頭上映 開始杜月姐 去到3月尾 我相信應該就是會越了 3月28日就是星期四 正正都是我的新片當期上映的日子 現在我暫時在看3月28日 究竟有沒有什麼大片會 究竟有什麼大片會撞 暫時看不到 看來日子都選得多好 叫做多好 但是我們作為薑糖 我們怎樣去處理這個十二怪盜 其實早在半年之前 高恩仔都有分析過 但是現在又多了很多更新的資料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你說道月姐 姜濤就是客串 其實沒有原念 你說作為薑糖 是不是進去看呢 保留 有保留 你說進不進去看也好 高恩仔也進去看一次 這麼多 我沒有看第二次 至於那個評價都是我自己都是一般的 老實說這部戲 當然你們如果想進去看 我是不會阻止的 不過我也是跟大家說 如無必要 如無必要 無謂危害身體 但是如果看 正看姜濤那一部分是可以的 但是 怎麼說呢 你無謂 為了看我數分鐘而委屈自己 我自己覺得 明天出碟才看 這個 這個 導入者當然就是風風雨雨 是可以的 但是你說如果要去到這個 十二怪到 那怎麼辦呢 去到十二怪到 大家去了試影場的時候 都看到部分的片段 其實 又不會說 怎麼說呢 所以你說看姜濤 又不是 因為 我說回一個 重要的元素 導入者 你也可以說是姜濤的客串 但是十二怪到 其實姜濤是主演之一 當然 MIRROR十二指都是主演之一 因為是十二怪到 整個MIRROR的團魂戲 整個都是MIRROR去做主演 所以你說 所以你說 知不知遲呢 就要有一個深切的考慮點 你明白嗎? 深切的考慮點 那麼你說 我們首先作為姜濤 我們其實要考慮幾個層面 第一件事 我們第一 第一 河包是否中足 因為我不是說 看一場戲 舊幾歲都出不起 但是有時候可能我們會 翻看就翻看 但是你說十二怪到 姜濤也是 都會入場看的 看一次 我也是說那個邏輯 我不重提了 但是就是 就是說 你說 你看一下 你那些這樣的 叫做 錢財 充不充裕 老實說 百多元張票又不是這樣 因為其實那時候 也有些人 是想支持我的天堂城市 就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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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有些人就贊助他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 也猜不到 真的 是看一場戲都沒有錢 我也有反思 我也有反思 有些姜濤都是 經濟比較緊絕 所以我們不可以要求大家要衝進去看十二怪道 但是作為主因之一 除了淺以外我們都要想 如果十二怪道能收得和不能收得 對姜濤有沒有大影響 我如果從一個片面的角度去說 十二怪道能收得和不能收得 其實都不關姜濤的事 老實說一句 為什麼呢 因為十二怪道全部都集體負責制 十二指和十二鏡粉 大家都有粉 你不可能每次都找薑糖在銀包夾薑糖的錢出來去谷票房 那時候又說到自己的神徒爵士 還有很多的後援會 他們都是要有一個責任去支持自己的偶像 所以你說作為薑糖 是不是一定要進去呢 真的不需要有這麼大的壓力 我自己覺得 不需要有這麼大的壓力 因為十二怪道是兼負在MIRROR十二指的十二鏡粉的責任 大家一起進去撐吧 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全部責任落薑糖身上 我覺得是不公平 所以這個心理包袱糖是不必要的 因為我有時看到網上言論 我也看到說 薑糖一定要支持 因為當時十二怪道 三二八播的時候一定要進去支持 薑糖在這部影片 我說真的不需要太緊張 老實說 真的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基本上這部影片是MIRROR十二指和MIRROR十二鏡粉 都有責任去支持 你明白嗎 有責任去支持 所以不需要太緊張 然後就說了 作為薑糖 作為薑糖 你去不去欣賞薑濤這部影片呢? 其實真的按照自己的喜好 按照自己的喜好 其實你可以想到 你可以想到 在MIRROR十二指 叫做攤薄了整部電影來講 這個按理論是十二分之一 但當然我覺得應該不會的 應該不會說 薑糖一定是十二分之一 我覺得他可能是十分之一 我猜十分之一 有幾個應該會主打的 薑糖、Anson Lo、Edan、AK 按一下AK 兩塊肌肉很厲害 很多人去拍掌 所以你說進去看 應該不止十二分之一是薑糖的 應該十分之一左右吧 我估計 你斷不能夠把其他鏡子的 雖然有些鏡子又不是很紅 甚至是沒有什麼成績 但理論上也不會壓低他的東西 所以我想應該不會說太過差 但是你說 是不是進去看 我覺得很講個人是否值得看十分之一 因為就算這一套十二怪道可以收得的話 你說最終那個薯榮會不會落到薑糖身上呢? 所以我就真是很有保留 最終誰領工呢? 我不知道 可能最終 不過我肯定最終那些hater 公司把我的領工點 如果十二怪道真的可以收得的話 把我的領工點應該是不會放到薑糖身上 我極極相信 我極相信 所以大家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究竟那個 那個當時呢 三二百它是怎樣 不過高恩仔也答應你 好像杜月仔一樣 高恩仔也是 薄了一條命也進去看一次 薄了一條命也進去看一次 希望為大家帶來一些影評和一些分析 所以大家繼續支持薑濤和本頻道 以身犯險 傷身 好 今次薑濤的綜合新聞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